我们在照顾伤口上 以往我们常遇到的问题是 病人没有一个好的照顾技巧 那这根照顾的方法以及副料 因此在治愈这个伤口 其实会变得比较困难 但随着那个台湾的老年化的人口越来越多 就发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照顾系统 其实没办法好好的照顾到每一个病人 像我们很多的老人 其实在家是卧床的状态 家属要把病人带来医院 其实非常的困难 即使你有心 你可能还要请假 然后还需要时间 然后花费的交通成本其实都很高 因此会让很多的病人 没办法离开家里来到医院 那刚好我们今年 跟健保局有合作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允许我们医师 可以从医院出发到家里 做居家的访试 那我们医师可以直接在家里 不只是给病人一个正确的诊断 指导照顾的方式 我们可以甚至在家里 做一些简单的清窗 那利用这种方式 让家属跟病人 其实在家就可以接收到这些在医院才会有的伤口照顾的服务 那我们这样才更有机会可以更一步的去照顾这些可能根本就没法来医院的病人 那这是今年的计划 也就是说如果说大家真的有这样的需求呢 欢迎跟奇美医院的伤口照顾中心来联络 以目前台湾来讲其实没有一个很大规模的统计说台湾到底有多少的人身上是有慢性伤口 那我们以2018年一边统计来统计就是有病资料 可能我们台湾还有一些老人的问题甚至一些卧床的病人 这些可能没有进到健保资料库的统计资料里面 也就是说台湾的慢性伤口的病人可能远远还大于37万这样的数字 所以其实病人数是非常的多的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一个慢性伤口不会愈合可能是缺乏一个正确的诊断 或者是缺乏正确的照顾方式跟照顾技巧 那我们奇美医院的伤口中心主要就是补足病患在这些方面的不足 病人来医院我们会先给他一个明确的诊断 有了明确的诊断之后我们再配合告诉病人正确的照顾方式 选择正确的敷料 然后让病人熟悉照顾技巧 用这几个层面几个方向的照顾帮助病人可以让他的伤口有机会给愈合 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病人有些身体上的状况 像营养不良的问题 这些人我们都会在医院给他一个周全性的评估 我们甚至会配合内分泌科感染科跟其他的内科医师 一起整合的来照顾他们 然后去改善这个病人的身体状况 用这些方式才有机会让病人的伤口可以好起来 其实伤口会很难愈合的原因有很多 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才会有很多的慢性伤口都没办法愈合 那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 很多的慢性伤口其实没有一个确定的诊断 那我们在临床上其实有些伤口 我们会判断它可能是因为感染的原因 是病人的因素 是血管的因素 还是其他的原因造成这些伤口无法愈合 所以病因其实非常重要 其次呢可能是病人他没有一个合适的照顾方式 那没有合适的照顾方式 也会让伤口没办法愈合 那第三点是没有合适的照顾的技巧 那我想不管是照顾的方式或照顾的技巧 我们都会在伤口中心这边给他们一些协助 然后让他们知道用什么样方式可以照顾伤口 这样的伤口才比较容易好 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些可能照顾的方法跟技巧之外 还有很重要的是病人本身的因素 他病人本身可能因为营养不良 长期卧床等等的因素 都可能会让他愈合能力变差 整体的身体呢 会直接影响到伤口的愈合 那我想综合这些因素呢 才会造成很多的病人都会有这些难以愈合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